男孩艺人卢洪哲 今日在社群上分享了前往意大利观看F1赛事的影片 其中一段他在飞机上被要求换座位的片段引发了网友热议 在影片中卢洪哲登机后 被一位女士认出对方希望他能以自己的丈夫换位 他还爽快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展现了亲民的一面 男孩影片公开后 部分网友认为该名女士直接对卢洪哲提出更换座位的要求 可能是断定卢洪哲身为艺人不会拒绝自己的请求 批评这样的行为根本是情乐有个厚脸皮 如果想换座位应该透过空服员协调 而不是直接向乘客提出要求 由于这段影片发了对该名女士的批评 卢洪哲最终决定将原始影片中的相关片段删除 并重新上传了经过剪辑的版本 一拼其就此的争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